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借鉴的汉朝的衣服 不过王蒙老师看着像清朝的衣服 汉朝衣服都没见过 反正是行礼弄这些国学者 而且很多所谓的大儒 我看中国现在都有人被命名为大儒 就是忧心如焚 奔走呼嚎 就是挽救我们这个民族 我们现在这个民族道德坏了 道德沦亡 人心大坏 我们要把儒学找回来 儒学是我们立身处世的根本 就是我们中国是人失落了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变得很糟糕 那么咱们就整个说到这个国学热 我就觉得一方面很混乱 另一方面呢 我又觉得咱们什么事都像闹运动似的 我觉得这里在反映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精神资源 我们走向现代化 我们生活也有一点提高了 很多人住房条件改善了 这个兜里头有钱了 但是需要有精神的资源 这精神的资源呢 最容易接受的 恰恰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是不是 因为那些语言 这三字经啊 我可是知道 可不光是有这一个版本 就是近十年来 或者近十五年来 有不止一个地方 比如说重庆 比如说北京 都请了作家 或者是兼任领导干部的作家 编新的三字经 把爱人民啊 爱科学啊 什么这个拥护党的领导 全都弄进去了 但是你 他接受 他群众不接受 你回过头来 一讲这人之处 姓本善 姓香进 西香源 什么 狗不叫 姓乃仙 叫之道贵一专 贵一专 就都背下来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办的 这个事 你这真是毫无办法的 而且他这 他反映的是这么一个 但是我能够理解 有些这个知识人人 对 他心里边的那种急切 说实在的 我有一阵 我也是听人讲经 我有这个 所以我能明白 但是呢 我能明白一点点了 就是说 你比如说 有一种儒学 讲 这是一种类似于 我听着 类似于宗教里的修行 那说实在话 不是适合广大老百姓的 你比如说 一个文天祥 被认为是儒学 这种人格修养 养成这么一个 视死如归 这是极少数 但是大部分普通老百姓 你比如说过去 我听人讲过 过去就是说 老中国人 比现在的中国人好 人与人之间 这个温暖 说话 亲善 而且呢 小的时候 私塾 对吧 这个人之初 性本善 这个小孩子们 被朗朗上口 但我不知道 是不是这么一个 因为这么一个东西 对 这点啊 我也要说 我毕竟 持长几岁 您别全信 越老中国 那个道德越好 你怎么解释 红楼梦 你怎么解释 金平梅 红楼梦里头 那个交大的话 除了那俩 石头狮子以外 全是肮脏的 对 红楼梦里头 谁坚持儒学了 只有一个假正 像是坚持儒学 他连一天官他都做不成 马上的地 就他也得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这个是谁弄的 这个是 是孙中山搞的吗 是由于推翻 这个辛亥革命造成的吗 这由于是共产党领导 人民革命 搞图改搞成的吗 都不是 那个儒学本身 他已经满足不了 社会的发展 虽然儒学的道理 的意思很好 但是他呢 在实际实践上 王熙凤最成功 当然后来也失败 王熙凤按儒 按儒家的那套道理干的 贾宝玉为什么那么烦这个儒学 更甭说金平北里的 那哥 那哥几个了 所以我们现在回个头来 我要说一点 这让人可能不高兴的话 我们回忆一下 这个巴金给人影响最大的作品 就是家春秋 尤其是家 家里头最坏的人物 就是冯乐山 冯乐山 冯乐山也不过就是五十多岁 但是当时认为 他是一个老不死的 他要娶那名凤 当妾 逼着名凤自杀了 恨死人了吧 冯乐山什么身份 孔学会的会长 咱们就忘了 这在那时候是批倒批臭的人 是的 这个确实 我现在觉得 对于儒学今天的看法 都是有争议的 比如说 一些比较叛逆的人 会认为 就说这个儒学坏透了 一直坏到今天 就是中国人 生活里很多 搞不清楚的负担 千类 认为都是这个儒学 搞出来 万恶如为首 万恶如为首 这也有这么一种观点 对 但是从 乌纳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我也特别能理解 这些有些大贤大儒 他的这种病急乱投医 因为看到眼前这个现实 就说 有些人就感觉忧心如焚 这个民族没有信仰 怎么办 当然我们也没有上帝 也没有什么 那么他们就说 我们的老祖宗 的这套为人处事 三字经里边的这套 这个为人处事 是不是可以拿回来 作为我们的基础 就是一个信仰真空的 一个状态里边 不同的人拿不同的东西 去填这个 你说的像 像什么蒋庆 他们这种搞 觉得儒学应该是拯救的 重重新承担这个复兴的使命 可是也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像佛 佛教 佛教徒现在也多 也比以前多 他也觉得这个信仰 可以由佛 可以由佛学来承担 对吧 所以这个佛门的香火 也就旺盛了 可是任何一个东西 一出来以后 在这么大一个地方 马上他就 有时候就走样 你知道像儒学走样 我就最近去了一趟西安 我就看法门寺 张老师给我们带来两张照片 咱们导演给放一下 这大广场 这就是法门寺 原来是就是一个塔 现在边上修了一个巨大的广场 广场是我在天安门广场以外 生平所见的最巨大的一个广场 水泥地 没有一棵树 你看往这边看 这么大 走得你腿都酸了 然后走进去以后 他沿路吧 还都是那种金光闪闪的大佛 这个呢 是点灯的价目表 就是你有各种各样 你到这以后吧 你可以为了消灾 起伏 或者你儿子考大学 或者是你什么家里出病人了 你只要花一百块钱 给你点一盏灯 这盏灯啊只亮 在你的名下只亮一个月 然后之后你就要再付钱了 你知道吗 然后他那个佛像旁边 那佛刊下面就无数的灯 都是小 其实都是小电灯泡了 但是最后这是一个敛财的 我觉得你进了这样的一个店 你感觉到不是一种 就是佛教的一种清静慈善 而是一个商业旅游门票 首先上去了 一百二十块钱 进去以后处处是陷阱啊 到哪你都得花钱买新安也好 还是买佛爷的保佑 类似的经验我也有 我非常矛盾 因为我本人我从个人来说 我并不是什么宗教的信徒 但是我对所有的宗教 我都很尊敬 甭管你是佛教 天主教 基督教 道教 伊斯兰教 是不是 可是我也碰到这种情形 我毕恭毕敬的去看一个佛寺 马上就过来导游了 导游先给我讲一讲 讲一讲的就让我花钱了 你说我又觉得我敬仰了半天 这个佛寺让我花一百块钱 买一束箱 好像我这个收入又不低 我这好像我不应该抠 我在这个佛 佛爷面前我还计算 我就太抠了 可是我等钱都花完了以后 我多多少少又有一种被做局了的这种 没错 被设计 对 我就联想到我到这次在西安 我们说晚上大家没事 说去听听琴枪 这也是对传统民间文化的一种兴趣 结果一到了 人家说这家晚上上琴枪 我们一上了楼里以后 突然我们三个朋友一块进去了 马上看那里边老板有拉琴的 有唱的 马上说来了来了 然后马上拿着一个手机 就是这么一个厂子 然后几个人拿着手机 马上说几句话 呼啦一会儿从楼下上了好几个 就是唱琴枪的 然后唱了以后 我们说我们这怎么付钱 然后说那你就是叫挂红 他叫就是拿一个大红丝带 说你要喜欢他唱的吧 您就给他挂红 挂一条红二十块钱 然后呢一般来说 我们应该不低于两条红 给你都点到了 然后这第一个我说好好好 那上去第一个锣鼓敲响了 第一个唱没唱两句 他坐我旁边 就跟导游一样坐我旁边 跟我说 一般来说吧 就至少两条红啊 我就觉得怎么这么过早 我想听 我说那我挂 我现在就挂了两条 我赶快把这钱拿出来了 两条红刚挂完 这人下去了 就下一个就上来 就等着你挂下一个红 最后我这旁边的朋友就说的 这完全是个坐起于什么琴枪啊 完全是 就说就跟叫那个小姐一样 哗啦叫过来 赶快啊 客人来了 你赶快给钱主来了 这可能瞅着你有钱也许是 当然我就说 这类似的这些东西呢 反过来说 因为我有另外一方面的经验 比如说我在欧洲 许多国家进过这个天主教教堂 我进去以后呢 我确实心情是很严肃的 我看着那些宗教的这个圣母像也好 耶稣像 门徒像也好 看着那些雕塑也好 我还在那里的听过手风琴演奏 我还听过河场 没有一个人跟我要钱 我都有点说不出口 好像我舍不得给这个这个 博士里头 就是你要 如果你要收点费用 你也别这么急切 这么粗鄙 是要这么吃果果 就奔着钱去的 你那个你稍微 不是咱们现在 咱们就是后来说说这个 这个西安人呢 或者说陕西人 说赚钱吧 他也是短期行为 其实他要给你弄的 高高兴兴 其实你可能坐得长 赚的这一晚上钱 你能听好多好久琴强呢 他急 他急 你听得感动了 甚至你愿意多给他一点 这个这个顾线 是不是 但是他先捞50块钱算 捞到手算 对 根本就等不及 你知道 他也信 他也信不过你 有那真诚的感动 这就是人心 人心互相见 这个有点乱套 没错 还有我现在跟刚才这有一点关系 过去有些我最喜欢的一些 名山名煞 这样一些风景点 现在我进去 我连呼吸都没法呼吸 因为全是香火 这个香火 我也不知道 这个香火多是 是好是坏 香火多呢 好像是宗教这个佛事发达 这好像是好事 可是使这些 名山名煞 这些风景区 变成了你在那光咳嗽 我下次再也不敢去了 搞个乌烟让气 乌烟让气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这是得有个什么分寸 这方面也需要有法律 如果我认为这个 如果是景点的话 从旅游来说 应该有一定的限制 他这个里边有一个经济水平 在这的时候 他上不去 因为我就联想到去那个印度的一些 很著名的这些景点 他去了那种 就是急着 就是卖你点 不知道是香火 还是卖你点什么东西 旅游纪念品 他最后 我最后能走到 就是我们几个人去参观 每个人身后 有两个人拽着你的衣服 他不撒手 你整个看 他真是不屈不挠 就为了花 最后你真的是不忍心 你不知道 你呵斥他还是怎么 然后你也觉得 他也是穷到这个份上了 他只能挣这个钱 这个北京 是西山拔大处 现在是北京佛教协会的 所在地 西山拔大处 这个佛事之圣 咱就不用说了 就是我过去是最喜欢的这个地方 我小说里头写过 在那个什么 愁雏的季节里 我都写过拔大处 但是现在拔大处 我再也不敢进了 怎么呢 他呛的慌 你全是都气使了 但是有意思的 这是佛教的地方吗 他里面有一个 二十四孝的一个浮雕图 这个二十四孝 跟佛学是不沾边的 而且佛学是主张六根 都要这个简禁 看破红尘 连父母妻子 这些都不在数字内 只认一个佛法 四大皆空 可是那是二十四孝 第一他和佛教不沾边 第二是二十四孝 可是是鲁迅最最最最最不能接受 他受不了的 因为你看里边竟宣传什么呢 说是为了尽孝 说这个孝子吧 先是没有蚊帐 孝子吧 现在不是要不就是有蚊帐啊 说蚊帐里都有蚊子弄个干净 孝子进去先喂 把这蚊子喂薄了以后 再请父母来 王王老师您也没在这 我们以前聊过一个垃圾分类 就是和子东在这 就说中国人这个不分类 他诸神并至 这说起来也是某种后现代可能 可是咱们这是前现代 就是一个庙里边 他什么都有 有孔夫子 有官 这也是非常可爱的 我还见过山西 山西是陕西 有一个叫二郎山 也叫二郎山 但是他这个是山西的二郎山 他这里头供奉的不但有孔子 有如来佛 还有贾宝玉 后来我想了半天 贾宝玉他不是后来被封了文庙真人吗 皇上给封的文庙真人 所以他管着文庙真人 他也算是瞻点一佛一道 这真人本来这是道教的 还供奉什么 孙悟空 孙悟空也对啊 斗战圣佛 其实咱们这个吧也挺逗 我觉得他这高雅文化和这民间文化是两叉着 要说不分类吧 朝廷历朝历代 咱们这类书不是最分类了吗 他就分 但是他当然不是分类 他也是分文别类以后 可能让人家好查文章啊 就跟现在的记录资料一样那么分 可是到了民间谁管这个 就是见神就拜 哪个东西有用权益国会跟咱们就说 所以有些人说就中国人是不是不能够相信这个宗教 他都是特别实用的 特别实用 包括这个叫什么犯神论 比如说一个赵王爷 做饭厨房我也拜个神 什么我也拜个神 你一方面说 他是我自己就这样逢佛必拜 反正不吃亏 对吧 搞关系 跟所有的都搞好关系 对吧 但是另一方面 人家说呀 你这个很多道德沦丧的问题 也跟这个有关 比如说像你刚才讲的这个 最近中国说赌球嘛 赌球不是说是现在查 就是说发现好多操纵 操纵这个这个中朝联赛的赌球 采访当年富汽被逼走的一个巴西 曾经到中国当过教练的卡洛斯 这个卡洛斯接受采访的时候啊 他说起中国这个赌球啊 怒不可遏的时候 他讲了这么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 他说啊 他中国人 怎么就拿这个金钱 当做衡量人的唯一的标准 对 他说在我们巴西 也有违法犯罪 也有贪污腐败 可是啊 我们不会侮辱足球 足球至少 是我们的一个民族 很神圣 很神圣 那么你中国 你可以不把足球当成最神圣 但是请问 你有什么是最神圣的 对 大家认为不能污染的 不能遭见的 有一个东西吗 你不管是宗教也好 还是什么中瓜 国学也好 好像 你都是实用的 是 现在真的这个 最信的就是钱了 我有的时候真不 说这话 真觉得挺 挺 这个是有点 蚕贵 但是 不是 这个 现在不是常说一个词吗 就说浮躁 现在这个浮躁啊 是越说越浮躁了 我就觉得 越说越浮躁 我觉得好像也 有时候我只好 我就从 我就说再等等吧 好不好 再等等 要不然 你要连浮躁就都不能等 不是显得你比那浮躁 还不等 风物尝意放眼凉 可能这都是过程中的 所以我说不能过于责备 包括这些商业化现象 你要换一个角度 我都能理解 我觉得就得把钱 他挣足了以后 他自然就不这样 包括金钱 这很简单 就咱们穷得太久 没错 是不是 你要是真正 慢慢慢慢 情况好一点 你转过来 你一想 觉得 哎呦 光是钱的 那叫慢 所以这结论呢 还是不能急性子 对吧 咱们的时间还非常短 得慢慢来 慢慢来 等到2012 这样 将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现在啊老有人讲什么核心价值 或者说有人问中国强大了输出什么价值观 或者有人说中国人相信什么神圣的东西 那这些您怎么看王老师 这个牵扯到中国的这个思维方式 中国呀我觉得他民间呢 他的宗教的信仰啊 是实用的 是多样的 你不是 您没小孩 那就要拜这个宋子观音 宋子观音 您有慢性病 就得拜药王菩萨 您这个 为了家里的这个火烛平安 您得拜造王爷 您要是小孩出天花了 得拜花娘娘 这是民间 至于在这个所谓的古代的精英啊 就是诸子百家里头啊 中国人他追求的 尤其是道家 他追求的是一个概念神 就是他把道 就是世界万物的存在的本源和规律 他当做一个比什么都高的一个东西 这个咱们今天不去细谈谈 也没有关系 当然还有一个呢 我们也得看得出来 这个我们也必须承认 就是中国人呢 对于从他对家庭的重视 对种族的重视 对民族 所谓族群的重视 这个还是挺 挺严重的 您是历所在 为什么这个所谓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而且呢 你反过来说 我记得我可能在这也说过 我就是有一年 在美国在纽约的那个 China Institute 就是中国中美协进社 华美协进社 人就问 这个美国很多人认为 中国人最爱国 说中国人一张口就是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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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中国他对别的事 他没那么大兴趣 这个是真的 他问我 我当时就解释 说一个中国人都爱吃中餐 一个中国人都爱背唐诗诵词 所以他也有 对这个族群的重视 对后代的重视 对繁衍 对接续香烟的重视 这是一个文化中国的概念 不过他有个血统 这个族群他有一个 就是海外华人 他也认为他还是中国人 其实他已经出了这个 谷了 讲祖宗教 讲祖宗教 都是从祖宗教 讲祖宗 因为那年就是谢晋 拍那个亚非战争 最后